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陶老师 这个小学生读书的书单我已经分享了很多遍 今天就不再分享书单了,直接给大家上干货 我们看到这是一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 孩子究竟要读什么书 每一次课本当中都有一个单元叫快乐读书吧 每一次读书吧当中都给我们推荐了孩子要读的书 那么一年级孩子他要读的书是什么呢 每一个单元后边都跟了一篇叫和大人一起读 也就是希望和家长一起读书能够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 从一年级抓起 对于成读我一贯的态度就是一日之际在于清晨 就是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 万物刚刚苏醒 大地也从沉浸中醒来 人的精神在这一刻也是最好的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朗诵或者是读一些东西 选择清晨应该是最恰当的时候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一天当中清晨中午和傍晚 大声的读读出声音一定是清晨的时间最好 所以跟我学习的孩子我一直都我一直都给大家建议 我说咱们早晨的时候起床有一个成读时间 这个成读时间你从一年级就帮助孩子去养成去训练 因为什么越往高年级学 孩子要读的要背诵的内容就会越多 你这个时候没有好的习惯到了高年级 你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背不出来 晚上的时间让孩子去阅读 去摘抄 早晨起来就一定要有成诵 那么清晨读什么呢 当然如果是大人 咱们就是读自己喜欢的读物就可以 可是孩子呢 这个小学生读书肯定是有讲究的 那成读呢 有三部读 家长们知道吗 首先不优美的内容不去读 太难懂的内容不去读 太长的内容不去读 因为清晨是一天当中的盛时 这时候的精气神怎么样 肯定是决定了你一天的心情 那如果这个时候去读一些灰暗的呀 读一些不开心的沉重的忧伤的语句 会破坏一天的好心情 所以这个大文学家托尔斯泰 他在晚年的时候 每天清晨散步 他都会拿一本小诗集 在清晨读一些简洁优美的语句 这样的成读能够让你一天都有好心情 太难懂的内容 为什么不读呢 因为成读的时候 人的记忆力是最好的时候 那么这种时候 你去读通俗易懂的内容 你会更好地帮助你理解和记忆 那么太长的内容 为什么不读 这个成读 他之所以被推荐 我们觉得成读很美好 因为时间短暂 我建议孩子们读15分钟 最长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 就是把时间控制在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美好的清晨转瞬即逝 那每天早上起床以后 刷牙洗脸 开始成读 20分钟的时间就够了 时间太长 效果也未必好 那到底成读的时候要读哪些内容呢 首先我们就是一年级的孩子和大人一起读 读书吧当中 他是给我们推荐了和大人一起读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五本童谣和大人一起读 那么这里的大人并不是指家长 而是指家里 但凡能陪着你读的 能带着你送读的 能教会你读的 都属于大人 另外这一册和大人一起读 给大家准备了阅读指导手册 这个阅读指导手册 能够帮助大人 我应该怎么样带着孩子去读 首先阅读解析告诉你了 有建议 然后就是知识点梳理 我们可以读一读这些 这些童谣当中出现的生字词 大家可以看到有词语 有一些小句子 那么知识梳理以后 给了大家 给大家提供了 进一词反一词 提供了常用偏旁名称表 然后这个地方 有考点测试 并且给大家提供了真题训练 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表 这个常用偏旁名称表 这个非常好 因为这是一年级孩子非常需要的 这里就帮你总结出来了 所以这一册书呢 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指导手册 来学一学 好 整个这一册书价格也非常的美丽 我的橱窗当中有 大家可以点开 看一看 也有一些家长 他这样说 他说老师这书太少了 我们孩子都已经读完了 我还想补充 除了读书吧当中的 还有哪些书 孩子们也是可以读一读的呢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一本书是第五版的 日游所送 就是给孩子提供了非常好的内容 让孩子在早上起床的时候 成读使用 数字歌 孩子会读 一二三爬上山 四五六翻筋斗 七八九拍皮球 十个手指头 就是两只手 我们能够看到 像早晨起床每天读一篇 这里一共是16个单元 有176首儿歌 孩子争取每天读一首 176天 帮助孩子养成成读的好习惯 好 刚才是一年级 那么二年级的孩子 我们看到快乐读书吧当中 给我们推荐了12345 五本书 我们看 这五本书是二年级的孩子需要读的书 孤独的小螃蟹 一只想飞的猫 小鲤鱼 跳龙门 歪脑袋 木头装 小狗的小房子 最好的就是这一本阅读手册 我们可以根据阅读手册的目录 帮助孩子们养成成读的好习惯 首先这里是阅读的要求 第二是教材指定的阅读书目 作品简介当中 给我们提供了知识书里 画一画真好看 出口成章 我们看一下它里边的内容 这是画一画 这是写一写 这是阅读完以后 让我们做了训练题 因为许多这样说 孩子读完书以后 书一合起来 他什么都不会了 那么我们在读完书里的故事以后 配合阅读手册当中的题目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你读完了歪脑袋木头装 木头装骄傲的原因是什么 你去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 他为什么骄傲 找一找选择题 这就是帮助孩子在进行有效阅读 这是今天一二年级孩子要读的书 家长们有需要 可以看一看我的桌窗 我们现在知道了 孩子需要读哪些书 那么怎么做才能够更好呢 首先成读必须要坚持 如果你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读再好的内容 对孩子都不能起到提高的作用 其次你不仅仅需要默读 还需要你朗读 那么朗读 它是属于阅读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你的阅读好 朗读一定要好 大声读 很多孩子在阅读的时候 不喜欢张嘴 不喜欢发声 其实也是一种阅读障碍 通过早晨大声的朗读 就可以打破这种障碍 而且成读的内容 需要更丰富 大家听明白了吗 如果听明白了 从明天早晨开始 让孩子坚持成读20分钟吧 喜欢我的分享 可以点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